钻纹龟50问至第16问 钻纹龟的饲养环境应该怎么布置 钻纹龟的环境布置跟大部分水龟的环境相似 小池的几个建议如下 第一 饲养环境 室内可以选择玻璃缸和周转箱 方便饲养和观赏 钻纹活泼好动 饲养空间建议尽量大一些 第二 强大的过滤系统 钻纹龟吃得多 对水质要求也比较高 过滤系统必须跟得上 才能保证水质的稳定 第三 晒备台晒备灯 钻纹龟有晒备的习惯 要有晒备台休息和晒备 室内饲养没有阳光 需要配备晒备灯 建议选择全光谱的太阳灯 第四 加温设备 钻纹龟对温度比较敏感 温度太低 温差太大的时候 容易出问题 加温棒 加温灯还是要备有的 以防不时之需 如果是外吃饲养 建议水路区域都有 水域占八成左右 陆地占两成左右 有陆地有潜水区有深水区 水域能方便钻纹龟进出 深水区可以适当地深一点 陆地可以让它自由选择晒备 或者休息 小环境可以通过滴水方式 保持水质 养定适应以后不需要经常换水 其他设备根据实际情况选配和使用 尽量设置 适宜钻纹龟饲养的环境即可 小吃惊艳 仅供参考